还打算要一个不 啊 这要看他了 还打算要一个不 要啊 当然要 努力啊 努力啊 一生一世后续 时宜积极响应三胎政策 三年生三个 周生辰乐坏了 周生辰和时宜结婚当晚 时宜告诉周生辰 自己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周生辰当场激动坏了 第二天便辞去工作 打算好好的培训期的时宜 自从时宜之前去过几次医院后 周生辰心里就对医院有所忌讳 而生孩子更是像在鬼门关走一趟 医院检查出时宜怀的是双胞胎 周生辰既担心又高兴 毕竟生一个孩子就很危险了 生两个孩子岂不是更危险 因此时宜的每次产检 周生辰都是把医生请到家里 这样也方便自己随时 关注时宜的健康情况 周生辰每天最喜欢的事 就是对着时宜的独自说话 教育两个孩子在肚子里要安生一点 长大要一起保护妈妈 在周生辰的贴心呵护下 时宜终于顺利生下了两位宝宝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一个叫周牧师一个叫周牧安 周生辰还请来了最好的月嫂 和营养专家照顾时宜 在两个孩子满月之后 周生辰让月儿嫂把两个孩子抱走 和时宜来了一场浪漫的二人烛光晚餐 俩人以前和婚前一样 晚上喜欢抱着对方睡觉 时宜刚出满月就想要和周生辰行夫妻之事 周生辰早已安耐不住 如恶狼般扑了过去 此时国家正好出台了三台政策 时宜积极集相应 一年后再次怀孕 周生辰依旧对时宜宠爱有加 四口之家很快就变成了幸福的五口之家